有一天老師跟我們說 他收到了一封來自瑞鋒國小的來信 老師 我今天好開心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有個人撞到我 他跟我說對不起 為什麼跟你說對不起 你會很開心 因為以前同學撞到我都假裝沒有 不然就是罵我 那你班上的好朋友呢 不會跳出來幫你說話呢 我班上沒有好朋友啊 下課我都很無聊都坐在位子上 對小學生來說 下課時間其實是很有價值 很有意義的 就發現南國國小的這群DFC小推手 做了調查與訪問 了解下課時間 大家覺得有意義的事情是什麼 聽過調查 我們發現班上同學下課的時候 最喜歡做的事情是玩球 但是訪問瑞鋒國小資源班的同學 他們下課時經常是沒有活動的 但是光是提供遊戲還不夠 這群小小設計師 從心裡面感受到 自由班的同學不夠被尊重 我們覺得如果想要被尊重的話 應該要先尊重自己 如果覺得自己對別人有所貢獻 就會覺得我很棒 並且看重自己 尊重自己吧 首先我們先進行了各小組的演示 可是各小組設計的遊戲都不理想 經過修正改良後 我們先到學校的資源班 進行遊戲的原型測試 他們給了我們很好的建議 遊戲規則可以簡單 但是還是要很好玩 所以我們依照使用者的建議 進行第二次修改 下課時間時如何和幫助別人產生連結呢 於是他們再度訪問瑞鋒國小的老師 老師告訴他們 學校其實有天使班 也就是所謂的特教班 也許可以讓資源班的同學 陪伴天使班的同學 一起度過下課時間 透過視訊訪問資源班同學的意見 他們非常樂意 並且願意利用每天20分鐘的下課去執行 我們將設計好的三款遊戲 都錄製了教學影片 並且交給瑞鋒國小的同學 學習並選用 最後他們選擇了 魔鬼戰機球組 阿包妳在幫助他嗎 對 妳好貼心喔 妳好貼心喔 好囉 對不起 等著等妳要說謝謝 謝謝 謝謝 她有在笑嗎 有啊 哈哈哈哈 所以她高興嗎 她高興了 她真的很高興嗎 她真的很高興嗎 抱財姐妳高興嗎 高興啊 他們最後向全校 二年級的學弟妹分享 DFC的精神 以及這個跨校合作的改變行動 並且帶學弟妹一起體驗活動 希望他們可以一起成為改變世界的小推手 這個模式我覺得可以永續地經營下去 行動結束之後 下課時間他們也會主動去找他們來玩 妳們跟南國國小的小朋友 視訊妳們覺得怎麼樣 怕下課 因為 不會很長的小朋友 教我們的玩笑 跟天使班的小朋友玩 為什麼會開心 會 可以教他們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們不斷自己設計了遊戲 也教會瑞芳國小的小朋友們 解決他們的困難 讓他們生活變得更快樂 透過錄製教學影片來教他們學會遊戲 我覺得很有趣 也讓我知道 原來幫助別人不只有一種方法 未來我們會繼續用iCan的超能力 來幫助別人幫助自己